当然由于时代的变化 有些东西是历史的糟粕 咋要抛弃掉 可是它必定有合理的内核能留下来 门当户对不是一点道理没有 它这个道理体现在哪呢 咱这么说吧 过去封建社会门当户对 甚至是什么 双方的这个门庭啊 社会地位大致差不多 这个社会地位差不多 就决定着它的财富差不多 它的社交圈子差不多 那么在这个圈子里面 青年男女 他受教育的背景 他的文化层次 他的修养往往非常接近 这样的两口子走到一块呢 咱们两个人是否情投意合 暂且不说啊 外边这些条件 大致决定了两个人 起码能有些共同语言 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是 我们有时候说这个 这家庭条件非常好 这女孩啊 她爸爸当官的 家有钱 这个穷小子呢 农村来的 一无所有 结果两个人都好上了 女方家庭不同意 那既然结婚了 成了女婿了 成了姑爷了 那这老丈人也不能袖手旁观了 得关照这个女婿事业的发展呢 她的事业好起来了 你就想想两口子在家里头 这哪有舌头碰不着牙的 拱耳飘盆 碰到一块 两人吵架 往往这女方啊 就会说这样话 你有什么可美的 你敢欺负我 又没有我爸你那有今天吗 你这一切不都是我家给的吗 作为个老爷们啊 听这话脸上无光光 这个就是说 如果一旦门不当户不对 双方家庭差距比较悬殊的话 哪怕是兴趣爱好两个人能合到一块 都会给日后的婚姻生活埋下一些不好的东西 有人说你说这不对老梁 那过去两人地位相差大的 那知识分子跟大老初结婚的不也过得挺好吗 大家看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边 那施光荣和楚秦 楚秦是个小子 施光荣大老初不识字 你想想在那个年代 楚秦嫁给施光荣是完成政治任务 解决首长的个人问题 我是三十二师 一八三层 班长 我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 你也是带着任务来的 什么任务啊 到这来的都是带着任务来的 他们跳舞 找西部结婚了 我可不知道这个任务啊 你要跟现代社会 怎么可能还有这个事呢 而且他俩结婚 你看那个穷草恶斗 施光荣不讲个人卫生 魔物屯的亲亲来了 把屋子里造的乱七八糟的 这个处刑只能忍 因为那个年约 你要离婚的话 那不是个小事 我给你拿下啊 那么到现在呢 这个社会也开放了 人更加强调个人的感受 和个人价值的实现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没有人愿意忍这个事 所以我们越是走进这个新时代 与时俱进 越要强调门当户队里头 合理元素的应用 有的时候你看 美满和谐的婚姻呢 不是说两个人志同闹合 你干啥我也干啥 不是 而是什么呢 双方对生活目标 有一个相同或类似的认可 一个成功的男人 身后总有一位伟大的女人 大导演李安 名阳四海之前 曾在家无所事事达七年之久 这期间 全靠他的妻子 林慧家外出工作 养家糊口 妻子不仅对失业在家的 李安毫无怨言 而且就在李安 打算放弃心中的理想 找其他工作养家时 林慧家又把他打骂了一顿 鼓励他坚持到底 在妻子的权力支持下 折服多年的李安 终于破茧而出 1993年他凭借喜宴摘了 柏林电影节金雄奖 迎来了自己的电影春天 所以我们说 现代意义上的门当户对 不是那些说臣服的 你家干什么 我家干什么 一个现在物质享受的泥潭当中 一个是要追求一点 精神世界的享受 这怎么可能凑到一起呢 那我说到这儿 有的朋友说 哎呀老娘 你说这有点残酷 照你这么说 婚姻起不成了 拿出算盘 噼里啪啦打一通 两边球的平衡 就弄一块去了 哎 你说的还真没错 爱情和婚姻不是一回事 爱情是突发的 呼啥那火就着起来了 可是他着的快 他往往灭的也快 他尝不了 就那种特别炙烈的爱情 不可能维持一辈子 他终究会转化成一种 平平淡淡的东西 那么婚姻 恰恰就是这种平淡形式的 一种延长 所以这一点就决定了 在生活形态当中 婚姻是平淡的 爱情是火热的 如果你要想在婚姻里边 始终寻找火热的爱情 那你基本上会失望 你要有一个人讲那么一个笑话 就说你怎么区分 这是两口子还是谈恋爱的 就是结婚的还没结婚的 你看他俩在这个餐厅里吃饭 一男一女啊 吃完饭之后他往外走 这女的走急点来 砰 一脑子撞玻璃门上了 哎呦 撞疼了 捂着头 这时候是男的过来 哎呀宝贝啊 你咋子别疼啊 我给你揉揉什么 这准事还没结婚 说结婚什么样呢 砰 撞玻璃门上了 这男的过来 指着他一瞪眼 你瞎爱你不看点 这是两口子 当然这个笑话有一点极端 但却把我们生活当中啊 这个婚姻状态的常态 而且婚姻呢 它和爱情不一样在哪呢 两人相爱 可以什么条件都没有 对眼一见钟情 这就够了 所以有人说这叫爱情至上吗 它可以打破一切世俗的这种束缚 可是婚姻不行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 婚姻却是两个家庭 甚至两个家族的事 所以婚姻里头呢 它必须要满足两个人一种基础的需要 因为我们不是在一块待一阵 我们是要过一辈子 那过一辈子 我就得把一辈子一些现实的东西 挪到婚姻考量当中 你看我们叫搞对象 可真正走进婚姻有个词 叫择偶 选择的择 配偶的偶 择是什么 挑 拣 琢磨 对比 考核 这才叫择 那用什么考核呢 咱们做个形象的比喻 这个婚姻呢 就是一杆秤 咱就天平吧 两边咱们做过实验子 两头是砝码 这是一杆秤 这杆秤上呢 这边男方 这边女方 那么怎么衡量呢 我举几个简单例子 你看 婚姻这杆秤在这儿呢 假如说这是男方 这是女方 男方呢 往上一搁 我呀 升高一米八 你看 够个了吗 女方 我长得很漂亮 啊 天平平衡了 这男方在往上填 我呀 身体健康 积极向上 女方加一个 我温柔贤惠 贤其良不 哎 又平衡了 这男方加 我家里说挺有钱 有房有车 这女方说 我家里挺有知识 我爸是大学教授 哎 又平衡了 这男方说 我现在呀 是副处级 隔两年可能正出副厅 我上去了 这女方说 我现在只称啊 是小师 隔两年副教授 教授 我也有知识 是有社会地位 就有平衡 所以其实你考察 两个人能不能走进婚姻 就是这些砝码 不断在两边里加的基础 加来加去呢 大致平衡 哪怕谁高点 低点 无所谓 但是你要这样 那可不行 那么这是一种正向的 一杆秤思维 怎么能让他平衡 还有逆向 逆向就是什么呢 挑双方条件不咋地的地方 进行平衡 这个怎么比呢 我再举个例子 婚姻是一杆秤 在这放着呢 女方跟男方衡量 女方呢 他挪圈腿啊 男方说 那我有点那把字 你看 这又平衡了 女方啊 我家里头很困难 所以男方说 我母亲 我家里头不起 你看 一个有病 一个穷 这也平衡了 像这样的方式 这叫逆向的一种平衡 双方得装这个 你把这个女方 她是说 我呀 长得不够漂亮 四十块有点偏大 男方是家一块 我是第二婚 还带个孩子 你看 逆向 她也是这样平衡 如果双方的条件 这个好到这儿了 这差到这儿了 俩人一般 全部是要走不到一块 所以我说这个 爱情和婚姻不一样 婚姻它是一杆秤 它是双方 各种社会因素 综合衡量的结果 这个衡量 它不同意恋爱 你看我对眼 我看你对眼就完了 真走进婚姻了 那爹妈都得参与 咱们有的父母 平常你看 说别人家孩子 哎呀 爱情至上 有了爱 这个世界上都如何如何 真轮到自个儿孩子 你觉得下不了那决心 咱们为什么有个说法 叫账目粮推高房价 这当妈的心疼闺女 我还要跟你 我还要跟你 我不能遭罪 不能受苦啊 你要达到什么标准 你才能把我姑娘取走 你看 这就是现实当中 我们的考量 而且我们在这个网站上 有过一个调查 就说这个爱情 你是就自个儿做主 完全不是你别吧 最后幸福的结果 多 还是你自个儿做主 也同意了 爹妈也帮你挑 也同意了 这个度 最后发现 父母帮助你 选择配偶人 这种幸福的概率 要更大 为啥 年轻人才二十多岁 难免有盲目 他可能对未来 看得不那么准 可是父母是过来人 他可能看得比较准 而且这种比较准呢 有时候能穿透 子女的那种盲目心态 封建社会 男人是天 一直修书 就可将发器抛弃 起初三不出 规定了独带修妻的条件 可到底是压迫女性 还是保护弱势 咱们说男权社会 女的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你会发现 那个时候咱们说 这老爷们也太凶了 说修妻 一直修书 就把女人撵走了 那女人怎么不能说 修丈夫呢 因此有人说 封建里叫压迫女性 其实你要仔细了解一下 过去男人 关于离婚这方面 你就知道 好像是歧视女同事